我想看,问你的看法 为什么现在的人会认为有了性经验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呢? 现在的人应该没有这样子的那个吧 应该是你身边的某一些人 因为有些人会说,哦,一定要生了小孩 才是成为一个女人,还要完整 我觉得那是每一个人定义不同吧 像我觉得女人就是女人啊 没有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才能成为一个女人 对 这个只是每个人的认知不同 所以,嗯,不用去太在意别人怎么说的 他认为是这样,只要你自己不是这样就好 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自己的一个方式 不需要活在人家的定义里面 嗯,困扰很久 不要困扰,那个只是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就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,哦,一定要吃到甜点 才代表我这一餐吃完了 有些人会这样吗? 我没有吃完甜点,那个是一种仪式感 我没有吃到这个东西,我好像觉得这一餐没吃饱 但是每个人定义不同啊 他觉得要吃完甜点才代表吃一餐 但是我不需要,我可能吃一碗白饭也可以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他一定要三菜一汤 或者是一定要有什么蛋白质,淀粉,什么什么都要足了 他才觉得这个是一餐 就是每个人对定义不一样而已啦 那可能就那个人觉得要成为女人一定要那样子嘛 那但是不一定啦,不一定 你自己认为你是,那就是了 谢谢大家